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们烈火神盾都这么不讲理吗 如果你不给个说法 今天就别想离开 那就看你今天拦不拦得住我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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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们刚进入训练营的时候就签订了协议不可以泄露烈火神盾的任何信息 而你为了竞盘石安保给他们提供了我们训练时期的内容资料并担任教练一职 真让我气愤我今天要再给你上一课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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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夫还不错 就是差点火候 怕火候太大 可我教你 住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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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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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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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密斯夫妇的故事 居然也可以发生在他们之间啊 这个时候就别开这种玩笑了 这就是 这秦深和柳莎又爱又恨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两个人能走到今天 真的是不容易啊 他们俩到底有什么故事啊 这柳莎的爷爷呢 是中国远镇军里的营果专家 战争结束以后 他不但自己留在中国 而且把全家都搬到了中国 就在中缅边境的一个叫 那家错的一个小镇上 为什么要住在那么偏僻的地方 因为那个地方埋葬了许多战友 只有经过真正生死的人 才知道这种友谊的珍贵 这柳莎的父母呢是学医的 当时他们在那个小镇的附近呢 做了一个人道的救护站 来救护当地的穷人 在前几年一批毒贩 闯进了那个救护站 当边防特种部队赶到的时候 毒贩已经绑架了所有的人质 当时我们边防部队解救了大部分人质 可是最后 毒贩引爆了炸弹 留下了父母 因此丢掉了扇命 哦 那这和秦升有什么关系 当时秦升 是特种部队最年轻的狙击手 他的任务是一强击毙目标 但是他失败了 不是 他是第二强击毙了对手 给了目标引爆炸弹的机会 后来秦升心里特别内疚 经常去看柳莎 经常去照护他 帮助他 这一拉出去呢 两个人就有了感情 后来柳莎呢 去南京找到了秦升 他们俩通过了测验 最后进入了烈火神盾 所以他们俩一直都是情侣 后来秦升呢 向柳莎求婚 在求婚的时候 他把所有的事情 都告诉了柳莎 当时柳莎就疯了 非要跟秦升决裂 是不是柳莎 一直都记恨着秦升 其实柳莎记恨的 不是他当时失误 而是他把事情 隐瞒了这么多年 你怎么了 没 没什么 你这样可不像没事儿啊 我就是最近太累了 有点滴血糖吧 你怎么还随身带吃的 小雨滴血糖 我就经常带着 谢谢啊 我们查来查去 排除了其他人 最后我们跟踪巨量的时候 发现他果然有问题 我们就潜入了磐石 并且录了一段视频 柳莎在独自跟踪巨量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个黑衣人 在他们打斗之中 那个黑衣人踢中了柳莎之后 就引发了柳莎的心脏病 这个黑衣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为什么这么厉害 行了 这件事你们别管了 我让阿勇去查吧 那巨量怎么办 还查不查 我们已经确认 他投靠了磐石 你们有证据吗 这是我们拍下的视频 果然是他 他居然这么轻易地 就背叛了我们 你干吗去啊 让他去吧 他居然这么轻易地 他居然这么轻易地 就背叛了我们 现在下半时的比赛 就快要进入商庭捕食了 我们有没有经过的大开大盒 给对方的榜首呢 知道了相当大的麻烦 危险 我们球进了 虽然阿勇石头 比半变成了二比二 海上舰队将比分分减 实际上在中国队施行 一比二的时候 喂 俊亮 晚上到AK来 什么 AK搏击馆 不敢来啊 来 为什么不敢来啊 你们放心吧 我已经完全没事了 火狼女呢 她看到拍摄的视频里出现了巨量 就冲出去了 难道拦不住 他肯定是找巨量算账去了 虎老女这一点跟你挺像的 我脾气有那么暴吗 没有 绝对没有 虎老女他自己一个人冲出去 会不会吃亏啊 他的实力我清楚 吃不了亏的 那他要是遇上黑衣人怎么办 有巨量这层关系 黑衣人不会对他怎么样的 要解决巨量的事情 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小弟 为什么 为什么要投靠磐石 为什么要背叛烈火神盾 为什么要背叛我 我没有背叛你 你背叛烈火神盾就是背叛我 是烈火神盾对不起我 是他先背叛的我 我从来就不是烈火神盾的人了 所以谈不上背叛 但对你关小弟 我从来都没有背叛过 那你现在退出磐石 我让你现在退出磐石 我让你现在退出磐石 你退出烈火神盾我就退出磐石 我不能 那华也不能 上来吧 为什么 我们的恩怨在拳台上讲清楚 我不想和你的 你要是个男人你就上的 你对我这么好 是不是因为愧疚 不是 有时候反而因为愧疚 所以才不敢接近你 我们能放下过去吗 我何尝不想放下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但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了 意外随时可能会发生 一切都可能瞬间会被烟灭 我们对自己 对所爱的人 应该更多的是付出和宽容 你 你是说我不够宽容吗 不是 不是 不是说我自己 你只要别那么恨我 就足够了 过去欠你的 让我用一辈子时间来偿还 让我用一辈子时间来偿还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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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一句话 如果你还把我当做朋友 你就跟我说实话 什么 为什么要投靠磐石安保 因为我在那儿能得到应有的忠用和尊重 磐石安保训练营的训练项目 跟我们当时经历的训练项目是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你泄露出去的 不是我说的 我只管无非给我安排的计划 我来训练新人 我不信 既然你不相信我 我的回答还有意义吗 曲良 只要你还在盘石安保 我们终有一天 会成为敌人 这事取决于你 不取决于我 我 再查件事情 愤人 现在 诺人 你 也 快 走 走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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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